中共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後 不斷打壓抓捕民主人士 但在街頭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仍然風雨無阻 從4月2號開始一星期 香港多個法輪功真相點密集遭到破壞和騷擾 外界關注 中共試圖將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搬到香港 推翻展板 噴漆塗黑 割破橫幅 4月2號 有4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先後在旺角、洪看和灣仔等 4個法輪功真相點進行暴力破壞 3號 同一批人又破壞了黃大仙、旺角等3個真相點 4月7號下午 一名中年男子在灣仔天橋 扯下法輪功學員的橫幅標語 被正在附近巡邏的便衣警員拘捕 4月8號下午 一名年輕男子 在銅鑼灣向法輪功真相點的報紙上潑水 又試圖私下斬板橫幅 在場的70多歲法輪功學員羅太太報警 警方到場將男子帶走 4月9號下午 一名男子來到旺角、尺游街法輪功真相點 不斷拍照 並將一瓶可樂倒在82歲法輪功學員趙婆婆頭上 就在一星期之內 位於香港街頭的法輪功真相點 遭到暴徒密集的破壞和騷擾 法輪功學員羅太太透露 警察前來帶走暴徒時 他聽到該男子向警方表示 自己是接了命令 法輪功真相點 長年來在香港街頭 向遊客和市民傳遞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 並呼籲民眾看清中共的本質 近幾年來 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打壓 香港人越來越理解法輪功學員 這麼多年 這麼困難 都這麼堅持 這個真是 我小時候看到法輪功的那個海報 真善忍 忍這部份我真是 經過19年到20年到21年 我更加明白 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怎麼看法輪功學員 他們一定是在一個苦難裡面 一定是在一個非常黑暗的日子裡面 但我看到每一位學員都是持守著他的光 繼續在黑暗裡面去展現他們生命的光輝 所以其實真的很欣賞 法輪功真相點多年來一直遭到親共組織清關會的騷擾 但清關會在去年解散 拆除了長期擺放在法輪功真相點旁邊的污蔑橫幅和展板 但在這次密集破壞之前 污蔑法輪功的展板又突然出現香港街頭 學者認為中共試圖將大陸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搬來香港 他除了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用最露骨的 用最高壓的政策來對付你們之外 他在香港這個地方過去幾十年 他都沒有辦法認真對付你們 但是現在他在香港的管治越來越像中國大陸 所以他對法輪功的做法 就是越來越像在中國大陸的做法 各種恐怖手段都會陸續出來的了 香港法輪大法佛學會譴責中共暴行 呼籲警方懲置凶土 並奉勸破壞者不要助紂為虐 真相點的法輪功學員也表示 會堅持傳遞真相 有時候你用你最理性或者和平的方法 來行使自己的自由去堅持自己的信仰 很多時候在一個極權的體制之下 往往都是被受打壓 被受迫害 法輪功是其中一個受到迫害得最深的困體 我都是為他們感到難過傷心 但是這樣是不足夠的 我們一定要繼續為人民真正得到自由 我們要持續奮鬥 要做哪一種 不愛你 我愛你 感谢观看